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1958年的1月份在日本北海道一片深山里拍摄的画面 几名日本人正在清理一个洞穴 就在前几天 一名日本猎人在打野兔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洞口 还在洞口处发现了有人生活过的痕迹 于是第二天中午 他叫了几名警察来这里 一看究竟 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他们居然在这里发现了一个 满脸胡须蓬头垢面的野人 当然了这个野人是带引号的 那么这冰天雪地里 谁会住在一个洞穴里呢 来看 对 就是他 他的名字叫榴莲人祖籍山东 他不但一直躲在这个洞穴里 而且一待就是13年 你看 这是他刚刚被解救出来后拍摄的一段画面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还得从1944年说起 有一天呢 榴莲人正在高密老家的地里干活 没想到遇到了日本军队 他被强行炉走后呢 又被押送到了北海道的一个矿场做苦役 在那里啊 日本监工一不满意就全打脚踢 什么木棒铁棍 抓到什么就用什么打 加上矿场经常发生这个塌风啊 透水啊瓦斯爆炸等事故 很多中国劳工因此丢了性命 当时榴莲人时时刻刻都想着逃跑 但是逃了几回都被抓了回来 直到1945年的一个深夜 大家都睡下了 那榴莲人呢和几名难友啊 装着去厕所 从容的走出了宿舍 然后赶紧从厕所这个墙啊 翻了出去 墙外是一个粪池 榴莲人他们拼命的爬出了粪池 一路狂奔 但是其他几名劳工还是被日军抓了回去 只有榴莲人一个人逃进了深山 开始了长达13年的逃亡生涯 为了躲避追捕 也为了遇寒 他在山里挖了一个洞穴 开始是用野韭菜山蘑菇冲击 可是没多久啊 榴莲人的是上吐下泻 腿也肿了 估计啊是吃了这个毒蘑菇 食物中毒了 没办法 他只能等到天黑下山去找点什么土豆啊 海带啊大米来吃 冬天大雪封山 害怕被人发现脚印 他就像冬眠一样 一个人躲在山洞里面 吃储藏的海带 穿的是破衣稻草树皮 就这样 直到13年后 榴莲人被日本猎人发现 他的消息一经发表震惊了整个日本 当地华侨华人也积极的行动起来 有的为他解决衣食住行 有的帮他治病养伤 有的呢 则帮助他证实了自己的身份 1958年的4月15号 榴莲人回到了离别14年的祖国 回国之后他先后六次赴日本索赔 但是都没有结果 2000年的9月2号 榴莲人因癌复发 医治无效去世 享年87岁 节目9 第50届中国劳工殉难者北海道追悼大会 在北海道举行 当天啊 一位特殊的嘉宾也在受邀之列 你看 就是图片最右边的这位 他呢 名字叫做刘焕心 就是榴莲人的儿子 刘焕心说呢 父亲在临终前讲 我一生当中最遗憾的 就是没有看到胜诉的那一天 好 目光再转向越南 来看 画面当中的这张照片啊 非常有名 名字叫做战火中的女孩 你看 照片中间光着身子 惊恐的往前跑的小姑娘 名字叫做潘金福 这张照片呢 拍摄于1972年的越南战争期间 而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谁呢 你看 就是他 黄又公 是一名越南华裔 祖籍广东 今年64岁 当时的照片被美国纽约时报 刊登到了头版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1973年的黄又公 因为这张照片 获得了美国普利策奖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给大家介绍 这张照片呢 来看 这是前不久啊 黄又公和潘金福在英国曼彻斯特的一场摄影活动上的合影 在这次活动上呢 黄又公回忆了当时拍摄照片时的情形 他说啊 那个时候 他是美联社驻越南的一名战地记者 1972年的6月8号 他正在越南南部展鹏县采访 突然看到了一架美军战机飞了过来 并投下了几颗汽油炸弹 紧接着这个浓浓的黑烟就在不远处的一座寺庙哄生了起来 当时潘金福和他的家人就躲在这座寺庙里 他听到了有飞机在头顶盘旋 下意识的就跑了出去躲避轰炸 可是没跑几步就听见了旁边巨大的爆炸声 衣服也被点燃了 当时的才9岁的潘金福强忍着疼痛脱下衣服 继续向前奔逃 不远处21岁的黄又公看到了这一幕 本能的就按下了快门 拍下了这张举世闻名的新闻照片 随后黄又公把背部被严重烧伤的潘金福送到了附近的医院 经过了17次手术之后 他才康复出院 你可能想不到 1951年出生在越南的黄又公 由于贫穷和战乱 没有上过一天血 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战地记者 那是因为1967年 他在美联社西贡分社担任摄影记者的哥哥 死在了战场 在嫂子的介绍下 黄又公这才进了美联社 刚开始他是在暗房里帮忙冲起照片 不忙的时候就拿起单位的相机自己练习 直到有一次 因为人手不够 他被分社派出去采访 没想到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从此年仅16岁的他就成为了分社里最年轻的摄影记者 1972年战火中的女孩问世之后 黄又公被调离越南来到了美国洛杉矶 至今一直活跃在新闻报道的前线 而长大后的潘金福则移居到了加拿大 创办了金福国际基金会 专门为战争遗孤建造医院和学校 如今再重逢黄又公与潘金福说 这不仅仅是一张照片 而是对战争的一种警示 并且希望大家能够珍爱和平 目光再来聚焦马来西亚 来看 好一幅田园美景 不过您仔细看 这个不是用画笔画出来的 而是由黄瓜条拼出来的 你再看 一头大象站在船上 这应该是成语故事曹冲称相的配图 它是用什么 洋葱和杏鲍菇拼出来的 怎么样 是不是很有创意 这些好吃的食物拼图是谁做的 你看 就是画面当中的女孩 她的名字叫康宜 是一名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艺术家 她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以盘子为画布 用食物为原料 创作出了这一幅幅画作 她的作品充满诗意 比如说 你看这幅 小芭蕾舞短裙 还有这幅 小辣椒做的 玉金香圆 您再看 这幅用生姜腌制鱼肉 所做的 清汤中的金鱼 看上去 非常的逼真 那康宜是怎么会想到用食物来做画呢 康宜是这么说的 她从小就非常喜欢画画 她认为创意就在生活当中 即使手边只有有限的工具 与再平常不过的物品 都可能从中创造出乐趣来 好 我们把目光呢 再来聚焦澳大利亚 你看 这是近日呢 在贵阳举行的 WBO 周际拳王争霸赛的现场 你看 穿银白色短裤的这名选手 他的名字叫做 马瑶义 是一名澳大利亚华人 今年30岁 这场比赛的 马瑶义 以3比0的比分 击败了来自 布吉纳法索的 苏图克 获得了WBO 下属东方周际冠军金腰带 您别看他呀 这个年纪不大 但是呢 他在澳大利亚拳击界呢 已经是小有名气了 被称作是 澳大利亚的华裔拳王 这可不是浪德虚名 2011年8月份 在新南威尔市 马瑶义呢 只用了两个回合 就把有着35场战绩的 泰国拳手 德纳帕击倒 第二回合 只用了短短的25秒 比赛就结束了 马瑶义呢 就这样拿到了 周际金腰带 半年之后呢 他又用了8个回合 击败了南非选手 卡拉库达 未免了自己的 周际冠军宝座 那马瑶义拳击 打得这么好 那他是不是从小 就有童子功呢 还真不是 我告诉你啊 马瑶义19岁的时候 才进入拳馆去练拳 这一开始啊 只是为了健身 并没有想去当一名职业拳手 2008年呢 只打过6场业余比赛的 马瑶义 第一次参加澳大利亚 全国业余锦标赛 就拿到了一枚铜牌 这让他感觉充满了信心 于是转入到了职业赛场 在澳大利亚 打出了名气 马瑶义呢 出生在澳大利亚 但他的父母却非常传统 希望儿子啊 将来能够读大学 哎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那马瑶义又是怎样走上了这个拳击这条路呢 马瑶义说 他高中的时候啊 身体比较瘦弱 和朋友们出去玩的时候啊 经常会被人欺负 于是呢 他在健身房努力的健身训练 没想到 就练着练着 拳击成了自己的特长 目光 再来聚焦阿联酋 我们来看 这是一张合影 中间这位穿警服的是 迪拜警察总局警察司令 哈米斯少将 他旁边的是迪拜总领馆 阿联酋福建商会的代表 你看 他们正把一枚奖章送给他 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感谢他 对敏及华人何惠伟 携巨款遭抢遇害案的侦破 上个月的月初 21岁的泉州男子何惠伟 携带100万迪拉姆 相当于160多万元人民币的贷款 从位于迪拜大厦的寓所出发 去银行存款 结果在大楼货梯内遭遇抢劫 并且被歹徒杀害 你看 这就是监控拍摄到的 这个劫匪行凶时当时的画面 目前的这个凶犯 已经被迪拜警方抓获了 此外 在迪拜华人社团的号召下 阿联酋华人华侨纷纷捐款 一共募得了54万元人民币的捐款 捐给了何惠伟的家人 何惠伟的父亲表示 真的没有想到 在海外的华人同胞这么热心 真的让我们很感动 好 目光 再来聚焦法国 现在出国旅游 选择自驾游的中国游客 是越来越多了 由于不懂当地的交通规则 而发生交通事故 也是多了起来 那么前不久 在法国南部 一对中国游客夫妇 就发生了一起撞车事故 余辆摩托车迎面相撞 导致摩托车司机是当场死亡 照片上就是当地媒体 对这起事故的一个相关报道 当地的华文媒体的因此提醒 来欧洲想要自驾游的中国游客 首先就是要有当地承认的驾照 如果您只有翻译过的中国国内驾照 那么在法国意大利等国家 那是绝对不可以上路的 其次 如果您已经有了合法的驾照 也要了解各国的交通规则 那么首先 在国内遇到没有红绿灯的小路的时候 是谁先到 谁先走 但是在欧盟很多国家的交规是 右侧车辆先行 第二 在小路口 车辆一定要让行人先过 另外在经过没有围来的森林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可能会有野猪 野兔 等这样一些野生动物穿过 一旦撞上 同样后果不堪设想 时间再转向肯尼亚 今日内罗币爆发的霍乱疫情 是越来越严重了 目前疑似病例已经达到了上千人 并且已经有50多人确诊 至少有24人因为医治无效死亡 据了解 尽管这个霍乱是可以治愈的 但是由于内罗币的一些疫区人口流动性比较大 居住环境又相对拥挤 疫情很可能会持续恶化 所以在这儿 我们也提醒当地华人 首先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对食物和饮用水要进行消毒 饭前要洗手 如果出现了剧烈的腹泻呕吐 脱水等症状 要及时就医 目光在转向西班牙 这里是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今日的这里的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41度 而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多个省份 已经进入到了代表极端风险的红色警报状态 大部分地区的温度都达到了40度以上 科尔多巴省的最高气温更是接近了44度 这也是全西班牙过去20多年里所记录的第二高温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当地的华人 特别是老人和小孩 由于高温天气容易引起重暑 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而且应该多喝水 因为高温天气也会让您的身体缺水而产生不适 目光再来聚焦美国 24岁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是刚刚走出校园 但是宾州的一位华裔女孩却已经参选国会众议员了 是谁呢 你看就是她 李林迪 今年6月 年仅24岁的李林迪宣布参选宾州第七选区的国会众议员 如果能够成功当选的话 她将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国会议员 李林迪三年前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之后 在摩根斯丹利等两家大公司工作过 毫无从政经验的她 为什么想要去竞选这个国会议员呢 我来给你讲讲她的一些故事 出生在四川的李林迪 6岁随父母移民美国 2008年她进入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学习 打从一开始 她就决心要竞选学生会的主席 为了竞选成功 她在竞选的前一天 挨个敲学生宿舍的门 向每一位同学介绍自己 您猜她一共敲了多少个门 您估计猜不到 1300多个 结果她真的成为了普林斯顿大学 第一位女学生会主席 当位问到为什么要竞选这个议员时 李林迪说 和自己当初竞选学生会主席时的想法是一样的 就是想为别人服务 好 我们说完了美国政坛的未来新星 我们再来给你介绍一位华裔文坛新秀 你看 就是图片上的这位80后华裔女作家 吴启师 去年年底 她的处女作小说 《无声告白》 《丽雅村上春树》 斯蒂芬金等大牌畅销书作家的作品 成为了年度最佳图书的第一名 最近这本书的中文版 也与中国的读者见面了 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华裔作家 她凭什么能够积压群方拔得头筹呢 先来了解一下这本书它的相关内容 《无声告白》讲述的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 华裔混血女孩丽迪亚的父母 把自己想成为医生和得到身份认同的这样一些愿望 强加给了女儿 没想到却成为了丽迪亚沉重的负担 最终导致丽迪亚自杀的故事 与书中的主人公有着同样少数族裔背景的吴启师 他的父母是60年代移民到美国的香港科学家 他说书里描绘的每一个种族歧视的情节 都或多或少的在他 他的家庭或者是他认识的人身上发生过 比如邻居家的小孩往家里的信箱扔鞭炮 他的姑姑被人骂滚回越南 吴启师说在美国亚裔经常会被遗忘在种族话题的讨论之外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这部作品能够改变这种情况 让更多的人知道亚裔与其他族裔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好 再来看香港 你看 普遍上穿着汉服行李座衣的三个女孩 是来自香港的大学生 前不久来自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的百名香港大学生来到了古都西安 参加了2015从香港出发寻根陕西活动 用穿汉服行汉礼的方式体验了一次寻根之旅 很多学生都说通过这样一种传统的方式 他们亲身的了解了西汉的强大和繁荣 同时也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好 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就是这些 接下来走进华人故事 王丹是一位在波兰工作的中医大夫 他在这个国家行医七年 诊治过的患者已经达到了一万多人 王丹在波兰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今天我们就去波兰看一看他的故事 在波兰首都华沙 距离市中心20分钟车程的地方 有一所家庭健康中心 在这家西医诊所二楼的一间治疗室里 人们却可以看到墙上挂有印着中英双语的学位图 并床上一位波兰年轻人 正在接受中国传统的针灸治疗 这个地方有没有 这个地方有没有 这个地方有多了 现在还没有 那这个地方有很多 这个地方有很多 这个地方有多了 这个地方有多了 就能行动了 这个地方有多了 能行动的 可以 接受治疗的这位波兰人膝盖患有风湿 他在网上得知 这里有一位来自中国的中医大夫王丹 因此决定来试一试 这所家庭健康中心是一家全科诊所 诊所按照西医的传统 分有内科外科等30多个科室 与当地其他的西医院不同的是 这家医院在众多的西医科室中 别出心裁地加开了一间中医按摩室 王丹是这里唯一的中医大夫 他负责针灸推拿等中医的保健治疗 我每天在这里工作8个小时 正常的话一天的话是7个到8个病人 在我这的话治疗是不同的 有的像我这个病人的话 在西医院的那个风湿 有的是那个颈椎啊 还有那个腰椎 波兰人接受程度高吗 针灸 反正还可以吧 像我这有很多都是从华州 听远的别的城市来这里针灸的 波兰是一个传统的欧洲国家 当地人一说起看病都会找西医大夫 可是对于风湿和像腰椎颈椎 这类因为老损造成的病痛 西医往往建议他们不是吃药 就是动手术 效果还不一定好 因此有些波兰人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找到王丹 盼望着中医的医疗保健 能够缓解病症 这时上一位病人刚走 治疗室里又来了一位年长的病人 王丹开始为他做颈椎推拿 我应该是三十多次 或甚至远远远 我可能听到西医的医疗 但是我可能觉得 她在比较丰益丰益丰益 是更好比我们的 这位波兰老人说 他有脊椎错位和老损的毛病 以前西医大夫建议他做手术 但是因为年纪大 而且考虑术后护理不方便 没有选择手术 后来朋友推荐他到王丹这里 第一次走进王丹的诊室时 老人已经直不起腰来 经过一次治疗后 他竟然可以挺直腰板走出诊室 从此老人特别信服中医 定期来这里治疗 像这位老人一样 如今有许多波兰人接受了中医 王丹说 在这个国家行医七年时间 他已经为一万多名患者进行过治疗 这是我们单位的拼命牌 在七年前来这里的时候 我名字还没有在这里 因为他们当时还不是太放心我的技术 然后经过半年之后呢 技术好一些 病人反应都挺好的 所以说他们都正式给我加入到这个评论牌里 在我们的预约的话 基本上都在一个礼拜之前 然后呢 一个礼拜之后 应该在这个礼拜呢 就是说基本上都预约满了 一所波兰的西医医院 为什么会开办中医者疗室 而一位来自中国的理疗师 又是如何赢得当地患者的信任呢 故事要从王丹 接院诊所的创办人安娜讲起 现年58岁的安娜 在2002年创办了这家家庭健康中心 并且担任经理 2005年 安娜和丈夫到中国旅游 在此之前 他们对中医早有耳闻 因此这趟出游 还专门到北京的藏医院 体验中医保健 当时为他们推荐的医院 就有27岁的王丹 是在这些训练的 是非常承认的 是他做的业心 在这些浪迹中 我们来到他的浪迹 和他说明词 在安娜的邀请下 2006年2月 王丹独自一人 来到了陌生的一国 波兰 当他拖着塞满了医疗器具 和中草药的大型一箱 走出机场时 正值波兰最寒冷的冬季 可是 他身上却穿着十分单薄 在这里他举目无亲 不会说英语 也不会波兰话 幸运的是 热情的安娜一家 把他当作家人 进到家里 同吃同住 独自在一国他乡 王丹面临的最大困难 就是语言 刚到这里时 听不懂波兰语 连病人看什么病 自己都不知道 最开始都学波兰语 是他们一点一点的教我 因为说 根本就没有波兰语的基础 然后后来去 去波兰语学校学了两年 然后现在因为 波兰语的语法 确实挺困难的 如今 王丹已经能说流利的波兰语 在诊所的工作充实而忙碌 由于王丹的针灸 和退纳的疗效很好 许多患者对他十分肯定 不仅如此 因为这份工作 王丹还结识了 现在的妻子 伊沃娜 三年前 王丹医治的一位病人 是伊沃娜的同学 经过介绍 两人相识 如今 他们已经有了 一个两岁的女儿 在一国他乡 拥有一份收入不错的稳定工作 一个美满的家庭 王丹坦言 自己能够如此幸运 要感谢安娜热情的帮助 在安娜的家中 王丹以前住过的房间里 一架钢琴上摆放着安娜一家的照片 其中不仅有安娜的两个孩子 在中间的位置 还有王丹夫妻二人的结婚照 为了感谢安娜夫妇对他一直以来的照顾 2012年10月 王丹邀请他们 作为南方的父母 出席结婚典礼 我老板他们像我父母一样 就是我们在那个 波兰的街面里 然后那个面包和那个盐 如今 王丹早已经习惯了波兰的生活 除了照顾好家人 眼下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在工作上能够有更大发展 慢慢的攒些钱 然后那个在波兰自己开一个诊所 邀请更多的中国好一点的中医 到波兰来 为波兰人民服务 因为说他们的波兰的西只是药啊 还有那个打针和手术 就是这种 所以说他们波兰的生理状况挺差的 所以说用咱们中国中医来调理他们波兰的身体 这是非常好的疗效 随着中医在波兰越来越受到认可 王丹的工作也获得越来越多的肯定 在波兰这个与中国相隔千里的中欧国家 王丹找到了事业 找到了爱情 对于未来 他充满期待 好 今天的华人世界的就是这些 预约收看 在线回看华人世界 敬请关注 CCTV4官方微信微博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